張立委 文貴 我現在是一路帶領我們往前進的前聯會理事長也是前立委 但是未來接任的部長是邱立委 還有我們前程調體系的張立委創辦人 尊敬的我们高一大的校长 杨校长 陈同事长 还有我们三个高一的 全国议事会的理事长 就不一唱名 在此还是非常感谢 我们邀请的单位 这个邀请 当然我也藉此这个机会 因为这么多高一的重要人物在这边 感谢他们当时 我带着高一受教育 对我们尊敬的教诲 所以非常感谢 那今天给我的题目 就是利用高科技来打造 外科所述的新殿堂 高科技现在应用在 所有的产业都相当多 医疗也是不例外 那如何用高二级 来提升我们 变化医疗的品质 我想也是大家所追求的 那长庚医院我想这两位创办人 我姓吴永泽先生呢 当作创办 当然就是从事医疗事业 那从促进社会公益 那当然是永续经营 刚刚今天讲 这个永续经营 还有这个智慧医疗 这个当然是现在医界 大家所关心的 那当然这个是在永续经营里面 如何把这个医疗事业 能够真正用到我们病人的福祉 所以我们要发展卓越的医疗 那灵国长给云的这个传数 当然是目前是台湾是最多的 照顾的病人也是相当多 所以我们一直在着力于 这个提供最尖端的医疗 来促进我们全民的一个健康 好 那什么叫高科技发展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左边这个图 这个Nokia这个实际上讲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虽然Nokia现在已经在这市场上 已经快消失 不过这个科技是来自于人性 为什么来自于人性 这就叫我们就叫病人为中心 patient need 因为有病人的需求 所以我们会用很多的高科技 来协助我们病人 达到他这个医疗的上的一个 一个健康的一个照护 那现在很多的高科技 不管在任何产业 我想大概都是需要 可是科技呢 它真的是需要 这个各单位的 这个产业的一个投资 你没有投资 大概要用手去打造这个靠科技 大概是有点困难 但是很不幸在医疗产业里面 这个有投资 并不等于一定有好的回报 他不可能像这个 这个人工智慧 AI 这个黄仁勋这样子 投资在这个AI 有这么大的回报 没有 因为医疗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服务人性的一个产业 所以他有投资 但是不一定等于有好的回报 那所有的科技的一个进展里面 我认为还有 今天刚好有我们这个 两位前立委在这里 所以也顺便提一下 这个与实际的这个法条 事实上也是 我觉得也是要非常非常重要 很多的产业在发展 它是很多很好的科技 但是呢 在医疗上 因为它是治疗我们的病患 是以病人为中心 所以的法条 它是真的是要面面俱到 可是如果在法律上 如果没有跟上这个科技的进步 往往很好的科技 是没有办法的 用在我们的病患的身上 好 那高科技的优势 我想大家都很知道 它是提供的准确度 精准性 那现在很多的这个 微创的手术 这是一个发展 那手术中或是手术前 一个视觉的一个增强 这个影像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目的都是在改善 我们病患治疗的一个成果 缩短它的康复时间 那当然 长期来 你在这个投资 你还是要看 一个医院的经营 大家知道 永续经营 我们还是要考虑到 我们的一个成本的一个效益 那 外科领域的高科技 有几个 一个现在已经站在做了 包括这个机器人技术 Robotic Surgery 或达文西 我想这个发展的是多年来 尤其现在在健保里面 他把很多的术士 都有在导演系的手术里面 可以提供他的这个给付 那这样的话 当然也会可以 不但把这个高科技 应用在病人身上 也可以减少在病人上的一个负担 那影像导演手术 我想这个当然也非常重要 3D 列印我想这个带很多产业用 但是在这个 这个医疗产业 最近也用得相当的多 为上所述 那扩生的实境 目前也正在应用中 几个呢 3D 列印的一个植入物 我们叫PSI Patient Specific Implant 还有人工智慧 到底在科技怎么发展 这个都是有带我们很多 科技的结合 还有跟这个法律上的一个结合 才能够把这些东西高科技 应用在我们高科技 那联合场合 因为从2006到现在 发展我们有很多科 都在做这个打完锡手术 那实行实行的 大概6000多例 当然可以看到 病尿科它是最多的 那我们也成立了这个 全国第一个 这个打完锡的一个训练中心 那这个 当然我们要确保它的品质 从此我们最也执行的 这个最先进的 单孔打完锡的一个 临床的一个事件 同时 大家所说的这个打完锡手术 不只在避尿 妇产 直肛科等等 我们也是做一个跨科的一个合作 那就是做示范 那这个就是胸肛科跟整形外科 做一个示范 它是用这个胸椎胶管神经练的一个重建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构想呢 大家看以前手汗症 这一个治疗的时候 是把这个胸椎神经把它去除 所以可以看这病人呢 就是这个 整个都是会湿的 那因为在胸部要重建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胸肛外科跟整形外科 就利用打完锡的手术 用自己的神经去做结合 可以看到这个手术后之后 这个身体就会变得比较干 所以病就没有这个手汗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案例就是 这个是乳房外科 跟我们整形外科做的 就是做这个乳房的一个重建 癌症手术后 可以保留之后 那可以看到 这个上图是手术前 它是右胸 但是用自己的这个 一个 自己的移植 皮绊 那用打完锡 做一个皮绊的一个玻璃 那这样可以减少病人 一个相关的并发症 可以看到手术后 病人可以恢复 跟正常的是一样 那再来就是影像导演 那我们也成立了一个 影像导演式的 这个胸腔镜手术 那就是目的 是在简洁它的一个 精准的一个定位 从以前的定位时间 从100分钟我们可以缩软到16.5分钟 那是在这个 这个 这个 混合式 这个Hybrid OR 里面 所完成的 那它也是第一个 成立这个胸腔导演师的一个 一个训练中心 这个没有 好 那另外一个 我想在高科技的发展里面 就是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高科技发展 比如说也这个有 心理不诊 那它也可以用新的一个仪器 这个 用微创手术 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 这个 Altria的 Appendix把它夹住 可以检查这个 心理不诊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问题 好 那还有这个 现在很多的这个叫清醒 开乳 开乳手术 我想可以结合跟以前不太一样 这样的话 最好能够 用微创 还有手术导航 能够让病人清醒的时候 帮他做手术 可以减少病人手术后的一个 伤害 好 那我想在整形外科 它运用非常多 比如说3D列印 或是这个 导航的一个 一个方式 那可以减少病人术后的 恢复的一个时间 也可以做一个 很精准的一个 一个治疗 那可以看到 左上图就是一个 导航的 导航的系统 那用这个 我们手术中的一个 手术中的这个 这个 摄影 一个摄影 3D的列印象 就可以在这个 右上面 在术后 马上就知道 它的结果 这样也可以减少病人 会再次 手术的一个 一个烦恼 那我们可以很精准的 做一个 一个定位 那再来 是3D列印在乳骨 可以看到一个 前额很大的一个缺损 那现在用这个 3D列印都已经非常 可以说是 几乎是 日常的一个手术 那看 但是可以做得很精准 可以看到这病人 整个前额的缺损 经过这样 3D列印的技术 能够恢复到 它这个 原来的一个 这个样貌 那还有在比较这个 复杂的 颅眼的一个 一个手术 颅眼手术 那我们可以从 事前的一个 精准的一个设计 然后呢 跟我们的神经怪科 一起做结合 把一些相关的影像 结合进去之后呢 它到底应该如何 重建我们的 很复杂的颅骨 是安全的 那可以用手术的一个定位 导音板等等 然后呢 如何把它拼凑成一个 比较正常的颅骨 那这个东西 在运用在小孩 先天性的这个 颅峰壁 枣壁的一个病患 现在可以 可以运用得非常广 那这样的最好处 能够跟神经外科 做结合之后呢 很能够精准的治疗 我们像这样的一个病患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手术中 整形外科 是跟神经外科 大家一起共同的合作 能够把这个病人 能够恢复到一个 正常的一个颅形 这个就是 所谓Cutting Guide 这是可以很精准的一个 一个复原 可以从手术前到手术后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差异性 那 从大一直到小 连鼻子的重镜这么小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 精准的一个导音板 来做一个 笔布的一个 的一个重镜 那耳朵 那很多小耳症 也是一样 从术前的一个扫描 到精准的把它列印出来 然后做耳朵的一个重镜 所以应用的 中心的范围 也是非常广 那现在呢 这个微創手术 除了一般的 传统的一个 腹腔镜 那3D的内视镜呢 可以跟我们 整形外科 在合作 做一个性别致患的手术 那病人呢 能够接受度也比较高 也可以得到 比较好的一个复原 好 那当然 脂肪胃科 他们也是 对一些某些的癌症 他可以用自然孔 那自然孔 就是说 本来就有了孔 那他不用 不需要额外的一个孔洞 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 癌症 的一个治疗 那当然 内视镜呢 在这个 在这个 儿比喻科 是运用最早的 所以他们呢 也可以这样做一个 这个空鼻症的一个治疗 那 相当多的病患的一个困扰 可以看到他们 他们用这个内视镜 来做这个空鼻症的一个治疗 也获得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那现在在一般外科里面呢 对一个腹腔的癌症 一个治疗 除了我们一般 所熟悉的化疗之外 他可以用这个腹腔温热疗法 或是器物加压这个腹腔的一个化疗 我们叫Pipec 那用这样可以用微创的方法 把这个高剂量的一个药物 放入到我们腹腔 来治疗我们的一个癌症 这样的话 对于一些比较晚期的癌症的一个治疗方式 可以提供一个另外一个治疗方法 那在这妇产科呢 我们其实知道 他不是只有这一般的一个疾病 对一个胎儿 在这个母亲在胎儿 小孩子在那个子宫内 他除了用内视镜来治疗 比如说这个双胞胎 输血症候群 他如果发生的话 会很严重 这个胎儿会有脑水肿 脑部受损 所以在那个 我们在子宫内 就可以做一个 像这样一个内视镜手术 来解决他的一个问题 那在口腔外科 很多内额关节的一个很小的地方 他还可以这么小地方 他可以用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内视镜 来做 那这样就做一个内额关节的重建 那同时他们也用导航的系统 来做一个直体 直压体的一个重建 那很精准的把直压体 能够放到一个安全又精准的一个部位 那这样我想这样子的 长吉医院呢 不只就帮忙协助训练 国内需要训练的人 同时他可以吸引很多国外的人员 来接受训练 我想这个让一个医院 能够从事国际化 我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英国长吉医院 也是成立 也是第五个被认证的 头颈部癌症肿瘤的一个中心 那在去年呢 我们也耗制了大概差不多8亿 成立了这个手术技能的研发中心 我想现在因为病人的安全 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何让我们年轻的住院医师 跟主治医师 能够让他进入到他的领域之前呢 能够接受更好的一个训练 我想这样的话也可以让他在 以后成为主治医师的时候 能够手术更精进 同时也能够呢 减少这病人相关的一个病房症 所以我们大概耗时将近20个月 从不断的一个讨论 规划 然后这个研发 然后做成是一个手术的一个技能中心 那这个技能中心 大概可以容纳有24个 24个table 我们从这个去年开始 开始运作 接受不管是我们结合我们体系内 或是可以接受这个外院 来训练的 那我们也办了相当多的一个活动 那这是在去年 我们一系列的一个活动的过程 那当时卫健师在主持这个也是吸引 相当国外多的人 来参加像这样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技能 那当然我们会今年也是规划相当多的课程 那这是继续的一个训练的训练下去 好 好 这个是 好 那这个 那在这个手术示范过程中 我们可以用这个3D的摄影机 来做一个扩增的一个 augmented reality 那这个做完之后呢 你可以选他的所可以相关的一个课程 好 那这个老师呢 就是卫健师在做教学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他可以看到相关的图像 也可以看到相关的文字 也可以看到这个相关解剖的位置 那对学生的学习的话 他可以三位一体 他可以 而且这个东西可以重复 重复的观看 那他可以360度的地方 他都可以来观看 那我想这个东西在目前对教学方面 是 是 蛮有当的帮忙 只是这个真的是需要 这真的需要这个投资 还有这个演讲者相关的一个配合 才能够把这样子一个 AR把它做得会更好 那所以你这个东西可以看 可以看图像 文字 同时呢 360度 可以做一个 一个 来寻找 那这并 我们的学生 学员呢 可以重复再观看 相关的影片 这在手机上 我就可以看看这样 360度 的一个 一个影像 好 那去年的话 我们大概办了相当多的 一个数个课程 那当然还是医院要支出 医院大概支出 大概将近九 除了投资之外 还花了差不多九九百万 来办相关的一个活动 那因为这样子 我们在今年也很荣幸 获得 那个Healthcare Asia Award 这个 这个年度最佳医院 好 那对外 我想 未来的挑战 我想 这个道德跟病患安全 还是非常重要 高科技的发展 我们还是要病人为中心 我们不能够 因为有高科技的发展 把病人安全 至于这个不顾 所以呢 很多的倒车层面 还是 什么东西才是真正 我们需要用的 这个大家要考量 当然我们也要考量 对一个医院的营运 我们还是要考量 它的一个成本 其它的可惜性 到底可不可行 那在不管怎样 在任何的产业 我想高科技的发展 如问如何 人才的培训跟教育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没有好的人才 我们推动高科技 是不太可能的 那刚刚也提到 这个法规 法律的一个框架 如何能够跟高科技 与时拘进的 能够在同时 配合发展 我想这样才能够 对我们的高科技 真的能够 好好的运用在我们病人身上 那这个是 这个 这个阿斯特克 这个科幻的小说家 他已经讲了一名 Any sufficient advanced technology is indiscriminate from the magic 就是说你如果 很高科技的一个发展 它跟你的神 这个魔幻神奇 是几乎是等同的 所以未来高科技发展 它会趋向于 客制化 或是个人化 会有精准的医疗 那人工智慧 刚刚的 我讲 王院长也提到很多 但如何 这个用人工智慧 跟我们外科手术结合 甚至 这个混合实境 MR的一个应用 在我们外科手术 我想都是跟 人类与科之间 要密切的合作 这样才能够提高 我们手术的 精准力跟的效率 当然我们这个医学 现在很多东西 都是跨领域 大家在合作 能够跟其他的医学事业 能够合作 那我们就要放入 国际 能够跟全球 相关的医疗机构 大家一起来合作 然后才能够真正改变 我们对病患 一个照顾的提升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聆听 非常谢谢大家